欢迎来到威威的股市四房菜 我是威威老师张晨 威 Vivian 连续好几天威威老师的嗓子都没有好 很不好意思 但是每天都在改善当中 非常感谢我们的会员朋友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些人会在LineAd里面关心 威威老师非常感谢 我希望赶快恢复健康 恢复一切的正常 我们也当然更希望 台北股市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对不对 今天有没有这个味道 的确是有哦 可以看得到AI表态了吗 这间的确 重大的消息当然是 台积电从昨天一直传出 被韩国媒体报道 所谓的3奈米 用在苹果iPhone15的手机里面 就手机发烫 甚至还烧到四十几度等等 传得沸沸扬扬 在这里面我相信 它一定要有很多的细节 首先第一个是 这个台积电的3奈米 绝对不是只有Apple 这个iPhone15手机在用 包括联发科 以及像挥达 这个超微等等 这些部分 昨天威威老师都跟大家分析 也有讲过 所以这些全世界的 一流的大厂都在用 第二件事情 它的这个如果真的是 所谓的发烫散热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么是不是也就是各界曾经有讨论过的 那Apple 这个也就是苹果 他们自己本身在用胎金属的部分传导热里面 有没有些什么样子的问题 所以这段时间从昨天一直到现在 散热族群都还蛮夯的 不过有一样事情 是威老师多年以前 我们在媒体采访的经验跟过程 也就是说第一件事情 当然已经是全世界顶流的规格 比如说像台积电 它会在 它已经tune好良率 准备要拿给它一线的客人用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一些瑕疵状况 它不会是等到产品都上市的时候 你看到结果 才有机会去修理到它们 这是第一 这就是台积电的规格 第二 跟台积电一样 是国际性的公司 也就是iPhone 不论是贾波斯债 或者是库克债 那哪有可能今天产品 都已经送到消费者手里的时候 才让你发现状况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 并不了解 但是我们能够了解的是 当股票正在跌的时候 该买 特别是 只要是护国神山群 特别是威老师这段时间 跟大家讲的 特别是四大天王群 特别就是台积电 台湾拿到国际上 就这么一间最大的一间国际性的公司 数一数二 那在这里面 国家 这个我们的台北股市 要靠台积电 对不对 最重大的全职股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 不论现在 我们会为了这几支的 这个iPhone手机 比较所谓的热一热 尬来发烫 他如果知道真的有这些情况 苹果公司不会赶快回去处理处理 看要怎么样尽快阴影嘛 他没有声音 你就知道说很多的情况 不是现在外界遥传的这样 所以趁谣传的时候 买 结钱买 为什么欧威老师敢这样讲 好 一路这样下来 你可以看到这几天 欧威老师 你再回过头来比较 我相信 廉价过后 你会相信 欧威老师现在请你结钱卡位 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来 进了欧威老师的节目平台 不要忘记 把欧威老师头上这大大的QR Code 扫起来 那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大家随时 把这个 你的问题提上来 那但是 结钱卡位 依旧是老师 欧威老师非常坚定的 告诉大家 因为特别是 这种 这个 四大天王这种等级 你大概也要等到结钱 卖压变现这种部分比较大 或者是讯息不是很清楚的 那个阶段 你才有可能买到相对的低点 好 那 像是伪创广大 这种 第四季 AI会booming的 好 我觉得就是应该要解钱卡位 那 在这里面今天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近期 台北股市也是互盘 互得蛮辛苦的 特别是 新台币的问题 也是一直非常的大 因为美元太强了 那近期 这是属于国际动荡的一个部分 真的 也不是只有新台币碰到美元强势的问题 所以今天现在也一直一路在扁 一路扁 哇 那那个外资的卖压怎么可能轻 那他们要卖谁呢 他就一直在卖台积借 所以今天讲穿了 有没有你这个三奈米 我认为我当然它不是个假议题 但是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其实有些人碰到这种新台币的一个情况 压力这么的重 外资呢 你没有三奈米 没有这个什么苹果变红龙狗的新闻 他也早上给你卖 好 我讲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 这不是重点 好 那什么是重点 你要看我们现在 我们台北股市 今天他这样 到底我们背后的大人 有没有这个护盘 这方面的决心 我觉得他互助的就是第四季 基本上我们台北股市 会准 我觉得 奔放的速度跟增长的程度 以及产业的主流 绝对是扣在一起 那就是AI股 只是说AI股不一定是 他原先第一批的老AI 到时候AI的一波段一波段的 不论伺服器相关的零组件 或者是散热组局 或者是PCB 我觉得这到时候 我们到时候第四季 一定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开花结果 特别是这几档 今天封面上写这几档 那我们台积电的这部分 今天来 除了观察台积电 除了新台币的这个走势之外 那现在全世界动荡都在美国 那美国 他不论他的罢工也好 或者是美国政府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付不出钱 所谓的要关门 他的预算如何 这个其实每一年都来闹一闹 还不是每一年都解决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美国的事 那他的美股也要跌 难道台股也要跟着跌 我真的觉得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了 每一年看 但是这个季节 常常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最主要是 中纠节之前 廉价之前 大家那种想要变现的卖压 真的也不少 所以有些时候 等待不如落待的原因 也在于希望大家所助利润多赚加差 但是在这里面 我老师破题就跟大家讲 有些时候 在Peter Lynch 我不知道我们投资观众朋友 有没有空 如果你们对于投资这一行 你们想要把它当一个长久的 陪伴你长长久久的一个 这个重要的生财工具 那你好歹你也是认识几个大咖 不是只有巴菲特 Peter Lynch 他是基金 方便一个教父 那几句话 其实我们以前从去年吧 我记得一路 这个大坛一路跌 一路也是用他这句话 就说 其实真正的股市赢家 他最重要的法则 他是不会买落后股的 他不会买偏股 他已经全心全力 他锁定的绝对是领导股 什么是台湾的领导股 什么是台湾的领导股 当然就是台积电啦 当然就是联发科啦 好 所以 节前卡位 魏老师也是 从九月份多 就一路跟大家讲 因为广年我们都会知道 其实到八九月份 苹果在拉货潮 拉货潮之后 苹果新的新评商 他通常都不会在前面的时候 他的股价会动 没有 其实苹果每次都在发表新评 都还跌一跌 载不载撑 然后接下来就是 九月以后十月一直 因为货开始在订了 所以 他就会在那时候上 所以为什么第四季常误会是忘记的原因 主要在这里 而且还有 要买iPhone 买这些礼物 这个 圣诞节要送等等 所以 魏老师依旧一句话 你的节前卡位 我们要卡什么 卡的当然就是这些领导股 就是九月份 一进来的时候 魏老师 常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四大天王 以及 AI股 那这人面 伟创广大机架 今天是不是 通通都说 来 这已经是这段时间以来 魏老师就天天 帮大家最终今天定义 还有所谓要去 中国大陆IPO的这些讯息 所以 好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那个大盘 还整的一个过程当中 922 这几天大很紧张 对不对 跌破16300 但是今天你可以看 在 922的时候 是16202 927的时候 是1621 这段时间在做这些相关的盘整 今天呢 最后 回到了16310 开盘的时候 月面股的跌 是不是一样 它也跌了个五六十点 这是我觉得到了靠近五盘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这个台股终究是有大人 最后虽然是小涨34点 成交率也是依旧非常低了 创了大概四个月左右的这些新低量 但不重要 就要是到了这个节气 台股依旧有人请住 做这方面的三角形收敛 今天回到了16310 这还是重要的学识 而且谁在领导 AI股啊 今天 破题的时候 周围老师就已经跟大家讲 从昨天一直闹到今天 这是韩国媒体 你是要相信韩国媒体 还是要相信台湾自己的媒体 他一揪住 他三奈米做不出 他说他做二奈米 也说他二奈米准备要展示了 大家听听了 因为率先说 已经开始要做完三奈米 要量产的也是三星 他什么时候 有别的订单他没有 他早上也是他三星自己内部的手机 要帮他做订单 出来的时候也是 都2025年以后了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自己 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台积电 好 所以 这些事情 不管事后怎么样 我相信台积电 我也相信Apple 我不相信三星 所以那几个基本的实测 几百万支 几千万支里面的几样东西 我们到时候看 看到底情况如何 好 那还有 如果真的是有时候比较发糖 那苹果 库克是塑卡做的 它是塑胶吗 早就继续弄一弄了 我跟你讲 苹果红了十几年 2017到现在 红了十几年 不用 不用把人家库克当女人 好吗 这个话说错了 我修正 很抱歉 不用把那个库克当个塑胶的 这还是正确的 刚魏老师这句话 是说错了 收回来 好 一归正传 然后 就是 像台积电 今天 魏老师还是有让我们 今天盘中一下子又跌穿 跌到 516 几乎要回到 大概就是 昨天嘛 已经有提 几乎要回到 5月初了 5月19 如果前后 跌破517 今天来到516 可是 重要是什么 是519 昨天收519 跌了到516之后 一路再往上 到52 从最低到最高 涨了6块钱 破底翻 不好意思啊 魏老师因为没有嗓子了 破底翻 这难道没有决心吗 好 但量是缩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是不是一个黄金交叉的一个味道 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守住一个格局 你如果真的是把它跌穿的线型 整个线型完全破坏掉了之后 你以后要花更多的时代来填补 同理可退 台积电也一样 所以在这个技术线型 为什么 外资在拼命卖 因为新台币的关系 外资拼命到货的时候 我不论政府基金或投信 你一定要去互助台积电的原因在这里 那就算是获不住了 各式各样的消息把它到了 跌下来就是正好是我们可以捡便宜的好时机 今天魏老师下午 用这种嗓子来跑去参加那个 三立关我什么事 大家就在讨论 有人在那边讲说 你应该结后买啊 你结前你看这次又是中秋节之后 又有国庆廉价 到时候挣个不停 为什么不盘后 魏老师不这么看 魏老师只能说跟大家报告是说 你只有重要的好股票 在只有这段时间你才有最juicy的 最甜甜酱可以来买 好 那还有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联发科 联发科 在这个 这个9月14 它的低点725 你看后来的联发科 不论928 不论9月22号 或者是9月27 我们至少都守在928块 而今天呢 今天至少来到了737块 台积电联发科的表态 这就代表我们在节前这段时间 关股 关股 互盘的一个决心 他们未来也都会证明他们也会是一个重要的AI 以及 像是联勇 联勇 好 前一个波段 联勇算是带头大哥 在9月8号的时候相对低点来到418.5 在921的时候 422 927的时候 422.5 好 那就差个5块钱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区间的整理太是清楚 今天收收在429.5 所以四大天王是不是都有表态 可是 唯一就是在 鸿海了 鸿海这次的情况不一样 不是坚守105块吗 这不是我老师一向就讲105 铁板一块 今天你看看 9月27号 跌穿 跌到了103块5 最后收盘 还是有回到104 但是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这个 来 他今天跌到103.5 前一个部队的低点在526 大家看一下 前一个部队526 低点是在102 接下来的鸿海呢 盘中海一路来到了116.5 所以现在来到了一个底部 四大天王里面有三大天王都往上攻的情况之下 今天有没有可能 鸿海未来也有机会复制这个部队的尝试呢 很多的事情啊 我觉得 只要往后再来看 第四季 来获得印证 那么前一个部队 那 除了四大天王 就是AI了 今天 AI有没有表态 各位 AI今天有没有表态 技嘉 今天涨了9块钱 开盘之前 葳老师 就让大家已经先发了 中秋节前 美股破底 但是 现在 依旧是卡位重要的好时机 第四季 如果我们这好的业绩马上要出来 我们难道要等到要见包吗 观众朋友 我们的会友朋友 你一定要仔细想清楚 他们会不会有业绩 业绩公布 也许 不算是大家前一个部队想的这么这么的高 可是 他们都是温透透的好股票 业绩一定会有 而从他们身上 他是不是事实上前一波段的V转 你想要这样 我觉得很难说 因为 之前 各位老师已经跟你讲了 前面套牢的人太多 但是 从这些带头的大哥 从AI网 台积电 到现在 不论是伪创 不论是技嘉 不论是广大 广大 这个波段还跌算低 今天 广大 一下子涨了8块5 强势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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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我只能说 在这里面 这段时间会浮浮沉沉 前个波段 你看技嘉 一路跌了100多块钱 你要它V软 谈何容易 但是 到了第四季 业绩陆续出来 他们会不会带动其他的AI 会不会 所以 所以 我只能跟大家讲 这时候 不是节后 好 但节有两个节 一个是中秋节 一个是 到时候 双十 但是我相信 到时候 双十 前后 已经是 开始总统打选 要暖身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执政党 都不会去放弃 一个 把台股带上来 股民都会看他们的一个 对选票很有心 所以 今天AI 是不是全面发动 魏老师一大早 发给大家 不论你买台积电 或者你买 这AI三雄 有哪个地方 有错 都是对的 今天你是要根据魏老师 发给大家盘欠 今天都是穿的 今天还有一档非常重要的 像我们的电影 电影 果不起人 后面呢 机关坑在蹭口 对不对 今天电影 说他的黄市场 已经要送件到A股去IPO了 观众名言 电影他是一个 新的 年轻有为的公司 对不对 看他的这个老板 也是非常的年轻 电影这个波段 能够长得这么凶猛 我们从三十块八 一路方 现在今天都77块 两百八十块 他要去IPO 难道今天才出来吗 内部人早就知道了 只是什么时候发 所以 我们今天其实高档的时候 我老师都一再跟大家讲 你还是要做一部分的 适度的要做一些调节 因为我们沿路买了很多 我们的会员朋友的人 一买就三十张 陆续都有在调节 但你如果今天看 昨天看就觉得 他为什么在涨 原来 原来 今天发布消息 他的 定的黄市场 打算要去大陆的A股上市 因为真顶K1 因为男子店 都在那个地方上市 我跟你讲 你今天才进去追 你绝对 不要 郭文老师恐怕就要打你的手 打你的小手手 前面该进你不进 你等到剑爆的时候 你才去追 你今天你看 越是往上追高 好黑黑棒爆量 今天又爆出 全台湾成交量第一名 今天量有九万多张 台湾这个九万五千多张 不应该今天追 你应该跟着文文老师 对不对 我们今天 我们有做调节 所以 有些时候这段期间呢 要快 要够狠 你才的点要够准 如果各位 你觉得你没有很大的把握精准度 你也不晓得新闻的分辨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办完手续 跟着文老师 直接上车很穷 文老师啊 至少我们秉持良知 贡献我毕生所学 然后这产业的人脉 也是文老师二十多年前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CEO 很多人的高阶主管 都是文老师当年 在跑新闻的时候 就认识了主管 所以 像是见顶 这一档 我们也是一路都有带上来 那这几天高档的时候 当然要做一些调节 回档的时候 当然还可以陆续再做买进 全球最大的车路PCB 我们一路帮大家追踪 一百六七十块一路上来 两百 两百多 现在当然近期有点回到 so 它依旧是00929 非常重视一档刻骨 那奇迹呢 就算有点稍微跌破 跌破个五毛 so what 网通相关的概念 而且 投信 近期 当然要小心 记底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小心记底的结账 但是我们都是提前 先上车 然后把人帮忙砍轿 最重要的是你心中要看法 特别是节前进场卡位 魏魏老师非常坚持这一点 你想要节后 讨些什么便宜 观众朋友啊 大家都不是吃素的 法人凭什么帮我们抬 对不对 你魏魏比他们 跑得更糟 然后更相信台积电 更相信四大天王 更相信魏魏老师 更相信你自己的判断 明天是中秋节了 心愿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新台湾聊天 祝福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 把握时机 节前卡位 拜拜 我们是一家合法投股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